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他打过一个什么电话 说我在战斗 我还在坚持战斗 恐怕得有七十八了 七十几岁了 他干儿子最近找孙小军来 要求孙小军提供兴员 不是 他想干凤凰卫视的干儿子 找我 龙嘉生干儿子在凤凰卫视 想上凤凰卫视 就是说 他那天找来我的 其实过去咱们文革的时候你知道 徐老师知道 有很多红卫兵要继续革命 就去缅甸参加缅甸共产党 跟军政府 奈文军政府作战等等这些事 后来有一些汉人 实际上九十年代也去过缅甸 就是去过缅甸呢 到这个彭家生那 我认识这个朋友呢 他就到彭家生那 给他自己拿的这个委任状 就是这个国干地区的 这个革命军的什么司令 给他的委任 他是作战参谋 九九五年底下给我看 他说我现在干爹出事 彭家生出事 我得去这个缅甸 这个凤凰卫视能不能给资助点路 凤凰卫视决定了国干局势 不是 他拿着那个 拿着他和彭家生的合影 而且他还拿一个 抱着一个枪 当年呢 实际上彭家生回到国干 因为国干地区啊 有一阵子咱们都知道 这个金三角啊 什么贩毒的那个地方 确实有贩毒的问题 叫杨氏三兄弟嘛 后来我们还抓着一个 给打死了 就是贩毒的 彭家生呢 就是回去把这个贩毒的 杨氏三兄弟给打跑了 我们就在那待着了 现在国干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被缅甸军人给占领了 就是把这些汉 就把这个彭家生这个部队啊 打跑掉了 很多人都跑到中国 对对对 几万人跑过来 三万多人跑过来 汉人 汉民族的人啊 咱们现在人家叫国干族啊 国干族 国干族 他跑了 他跑过来 但是咱们说这个事呢 主要为什么有这么多汉人在这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根子还得追到英帝国主义 这么讲 英国人呢 当年占领了印度 于是呢 他就把缅甸划到印度里边去了 包括巴基斯坦 那时候都是划进去的 大印度的 然后他就发现印度这个地方呢 发现这个缅甸这个地方有大米 有石油 于是他在187几年的时候就打这个土司啊 跟这边打 然后把这个缅甸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呢 他就1886年的时候就在缅甸成立了一个石油公司 叫缅甸石油公司 这个石油公司是英国在亚洲最大的公司 缅甸石油不好啊 英国工业化需要油 那么 他又为了站住这个地方呢 他就 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怎么画 就是 然后就有了一个著名的麦克马洪线 是吧 这个逼着 当时1914年中国那个政府也不行 后来1941年 跟国民党政府也是说这句话 结果就把这个现在的国感啊 这些有汉人的地方 划到缅甸去 划到缅甸去了 后来当然我们60年代 我们也跟缅甸谈过一次边境谈话 包括中印边界的很多问题 也是那个时候弄过来 对 英国人就在这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英国人坏在哪呢 英国人呢 把这个最大的民族变成被统治民族 让少数民族统治缅族 你知道让少数民族 先是弄一些印度人来做官 统治这个缅族 后来这些少数民族也有 他弄了一些 就是反正他抬高少数人的地位 压低这个多数人的地位 这不找岁吗 对 后来这个人家独立了之后呢 就是昂山 当年现在的昂山素季 他父亲 国父 弄独立了之后呢 这个缅人就开始报复少数民族 就形成了矛盾 就是民族矛盾 对 宏观的咱们就这么说 就等于说 少数民族和缅族之间是有矛盾 然后少数 就曼德勒以北的这些 当然还有瓦族 景波族啊 他有四个特区 现在叫什么瓦邦啊 善邦啊 什么这些 那么他这些人呢 由于怕人家报复自己了 就有了武装 然后就打 打了之后 后来他不是刚才 就是咱们那个片子里说 那个彭家生 他是国赶地区 最后就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我变成一个自治区 但是我也得有军队 因为我怕你打我 你老打我 就变成这么一种 那缅甸政府也默许他有军队 对 就默许了 就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了 还有阅兵呢 对 当然了 当年打的时候 说这个彭家生啊 祖籍是中国四川人 对 实际上是出生在哪 什么红石头河呀 对对对 一个地方 我记得这个地方 给他充实了力量啊 当年很多云南之青 怀揣一本这个格瓦拉语录 跑到免共 参加免共 跟缅甸政府军打 据说打得非常英勇啊 对 当时彭家生 这个名声 怎么打出来 就是都退却了 对他坐着吉普车 直升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就他吉普车 往前冲 最后是反败为胜 对 所以彭家生 咱现在聊天都叫老大嘛 现在应该叫主席 对 彭主席 是吧 国干 国干主席 彭主席 彭主席呢 我们有珍贵的这个片段 彭主席阅兵 对 你瞧瞧 这也挺有感受的 在这里将要进行的是缅甸上班第一车区执行和平 十级缅甸民主 民主同盟金 建计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十五年的今天 我们迎来到 欢迎灿烂的 国平主播 开场了 我们继续 实现了 国平安定的 民主新平等 国平安定的 刚才咱们这个有幸管理了 国干人民团结在以彭家生主席为核心的周围的阅兵 是吧 那个音乐是什么音乐 音乐是什么 春天的故事吧 春晚上的那种 春天的故事 当时是董文华 我忘了是谁唱的 很有名的改革开放什么的 那就是一个遍地讲中国话 都是中国人的地方 对对对 他就是因为 是这样 就是当年的这个缅甸的六十年代有一次排华 当时其实缅共是一些知识分子 在南部 在仰光这些地方 后来缅甸排华这个事件 大家都知道 缅共就把逼出来了一个共产党 然后他们就跑到北部山区 和这些少数民族合在一起 就成立了几个特区 实际上当时是这样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 缅共就慢慢 彭家生当时也第一个脱离缅共了 他也跟政府就靠过去了 靠过去了 后来由于这个地方贩毒太厉害 贩毒太厉害了 他又被请回来 把原来贩毒的杨家几兄弟又给打跑 他就成为这儿的主人了 有四个营的兵力 三个步兵营 一个炮兵营 然后就跟政府军打完 后来就谈判 刚才他说已经15年了 谈了15年 和平了 和平这一次就特别奇怪的是 缅甸政府军就以这个说 几毒的名义 彭家生支持这个搞毒品吗 不是 他是基督英雄 他是反那个 他把那个基督的杨家的三兄弟给打跑掉了 但是那缅甸政府军以基督为名 就说明那还有这个搞毒品的 是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事说不清楚 现在没有人在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缅甸说是 我们是配合缅甸政府的发言 军方发言人说 我们是配合大陆这边基督 就掐着一个枪械场 然后双方对峙对峙 就开枪就打起来 然后缅甸政府军调来几个师就进来了 我们政府现在是不是抗议了 好像就是要 要就对 也不能叫抗议 那个不能叫抗议 就是说 交涉吧 严重关切 关切 因为数万人跑到云南境内 对 而且好像有炮弹打过来打死人 打死我们两个人 对 就是我们要严重 就是严重关切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还是要谈判 现在谈判 缅甸是因为马上要大选了 对吧 马上大选了 缅甸的这个政府呢 他的头叫军政府 单锐 对吧 他是为了大选的政绩 他说我还是要把北部地区 这又有武装 又有什么之不合适 我得把它给弄回来 弄回来 我这不是就能得选票吗 因为他的上一辈的 比如说奈温 或者再上一辈的国父 他很快就死掉了 就是昂山 宿季的父亲 这些人呢 因为军政府是这样 就等于最后一季 就是丹瑞的军政府 肯定跟前面的军政府 是有问题的 他们都是换下来的嘛 那么原来老的军政府的人 都聚集在 有一些对丹瑞有仇人 聚集在昂山宿季的身边 丹瑞掌实权吗 对 丹瑞掌实权啊 他不是一帮人 而是他一个人 应该说是他一个人 就是现在是他一个人 当然他是 肯定是一个集团 就是他都是军人 就是他号称 亚洲第几大陆军 五十万陆军 有作战能力吗 作战能力不行 就是这边 他们不敢上来 因为缅北比较高 上来 基本 当天日本人在那也打不了 就日本人 我听说是不是 原来在那开赌场啊 不是 就是这样 就把积毒弄掉之后 你马上有一个替代的产业 要替换他 但是不中毒品了之后呢 那只有毒 唐家生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博彩业 就是博彩业 我们跟欧盟一样 对 有一些博彩业 然后我们也 联合国啊什么 我们也给他一些 想办法有一些替代产业 其实缅甸是很富的 缅甸就是伊罗瓦里江 当时英国成立了很多公司 包括伊罗瓦里江的轮船公司 而且他出大米 出大米 当时英国有机械化了蒸汽机进去 连米厂 当时成为亚洲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地方很好 但是呢 确实就比较落后 联合国 说八个最乐后国家 还有阿富汗 有缅甸 这块地方是太好了 而且有人算过 他的投资回报率是一比十 比如说我们在云南投资 投一块钱 可能能产生两块钱的价值 但是在缅甸投资呢 投一块钱 能产生十块钱的价值 好啊 对 去呀 不是 现在那地方就是乱 他就有这么的 乱不到你 早就有人去了 因为中国这个 这个在 当然西方人是故意妖魔化了 但实际上也存在 这个人口压力这么大 所以往南那边呢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 模拟的小中国的这种痕迹 对对对 柬埔寨啊 马来西亚那些赌场啊 我就去过那种赌场 你一进赌场啊 就好像到了内地的 一个开会的会场一样 因为很多赌客 是内地的游客去的 他真的就挂了很多 革命的旗帜啊 放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种 这种感觉是一个 我不知道 我冥冥之中 就想起以前放棒 很乱的地方 或者很不安全的地方 它确实 它有很大的潜在价值 你比如朝鲜 十二万平方公里 比韩国还大 它占超越半岛 百分之五 人均GDP 千美元 又有海岸 又有矿山 就是咱们原来 有一个叫通缸 前一段闹市 就是什么 通缸还买 当时跟朝鲜谈 买它的茂山铁矿 就是这些地方 都是保地 只要一开放 所有人都抢 马上投资 就是投资回报率 特别高 因为它等于是 一张白纸 你重新在上面画 对吧 对中国的利益来讲 有两重 一重就是传统上讲 或者 或者有点负面的 就是说你的人口 你会那么慢慢 慢慢的向外面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寻求你的利益 这是一 第二个就是 现在中国还有更大的一个利益 就是说现在能源危机 对 那中国现在需要油 那管是从 缅甸的 缅甸 如果没有缅甸 给我们铺这条管的话 我们的油 非得经过马六甲海峡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旦 开玩笑 假如是台湾是民进党 一旦两边跟美军 发生稍微一点点事情 马六甲海峡就被封掉了 咱这个国家 没有油 一两个星期都顶不住 所以这个 这个还不单是缅甸 还包括苏丹了 对 索马里了 非洲很多地方了 对 美有油的地方 他们说先看到日本人 然后就中国人 都要买油 然后日本人靠的是 美国所保护的那条国际的线 中国就得自己辟这条线 英国人呢 其实早就看到这一点 前不久 他们叫做中国 去索马里护航的时候 他说中国要搭一个珍珠链 就是加上巴基斯坦的瓜达港 缅甸的石队港 然后斯里兰卡 他不是也说 我们给斯里兰卡武器 把蒙古组织给打败了吗 说是中国给的武器 然后咱们在这个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也投资了 也投资了 然后英国人说 你看中国在西南方向 搭出一个珍珠链 对 现在就差阿富汗了 如果再把阿富汗 中国说美国撤了 中国人再进去 那就 就这一块 然后一直到印度洋 所以印度也很警惕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看你跟巴基斯坦 修那个 那个瓜达尔港 因为瓜达尔港 上面是哪 是伊朗 就是伊朗的油运到瓜达尔港 再从瓜达尔港 穿一条油管 到中国 到咱们新疆 那个缅甸是另外一个 就从缅甸的沿海 修一个穿过缅甸 到咱们的内地 云南这一边过来 然后整个到再到广东里 这个油管特别长 这个油管 韩国人也投资了 韩国人也在这边投资 就是所有东西 跟中国的发展有关 另外中国现在资金过剩 老买美国债券 能源缺少 对吧 你要是缅甸稳定了之后 我们给它修梯极电站 它那个水利也没利用 它就是很原始 然后矿 全是矿 大山的 它是裂缝 地震形成的矿 然后石油 大米 你想想 这么多好东西 当年英国人 为什么非要弄这儿 这就有宝贝 它才大嘛 要不然那些 又是什么脏气 热带雨林 它就在进来 所以我们听到果敢那里 咱们也不错 咱们还是跟缅甸 格子争议共同开发吧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了半天 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发展到这一步 这个接下来 究竟是缅甸想干什么 我们想干什么 彭主席想干什么 国敢人民想干什么 不是 这个事是这样 就是咱 我一直在强调 之所以这个地方乱 包括巴 巴基斯坦和印度 还有很多地方 非洲 是首先是英国人 给你画的 对对对 画完了之后 造成了你非常纠缠不清的 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又影响到邻国 比如影响到中国 炮弹打过来了 是吧 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由于它太乱呢 本来按说靠着海 它又有资源 它很快就能富起来 但是由于它这个英国人留下来的这个矛盾呢 让它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好好建自己的国家 但是这地方又是保 遍地保障 我觉得从大局上讲 缅甸应该不构成特别大的问题 这个归根结底 如果你看它这个炮弹打果敢 如果说它知道中国强烈反对的话 我估计很快这个就会收拾下去 它当初也是因为要配合我们你说什么 要找毒品还是找枪戒 他们这么说的 他们这么说的 现在没有正式 他肯定也是 如果说他知道 他没有利益为了这个地方得罪中国 不是 他现在 他不像印度还要占个地方 可是他麻烦在哪呢 就是说他这个军政权要经过选举 就不是军政府了 就变成合法的民选政府 这个时候他得要选票 要选票的时候 比如他要讨好多数的缅民族 缅民族就会说 你看北边曼德勒以北 这还有这些地方你控制不了 国中国 而且就是说他那个高利共产 就是他如果往印度那个方向走 缅甸往印度那个边 往上走 往北边走那边 有很多好东西 就矿山啊 他那个地方修电站也很方便 就是TG电站 然后说白了 投上资 然后商品循环起来 然后让他建上这个大城市 有矿嘛 有矿做成城市 工业化就很快 但是你这个军政府 你控制不了那 你得把那个地方给我拿回来 我才投你票啊 那他拿的回来吗 这一番 还是我们想造成一个要拿的 咱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开枪拿嘛 你得谈嘛 谈判 然后那边呢 就是 开枪的军队又没纪律 据说很多很难听的事情发生 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农耕民族嘛 他这个军队的军人离开村里 他就容易出毛病 这也容易解释 日本军队当时在中 对日本军队在中 农耕民族过来的 对 他也蛮像 所以毛绿席 你看那个当时弄农民起义 就做三大记者 大家注意 尤其重要的是第七条 洗澡避女人 对 原来叫 原来叫第七条 叫洗澡避女人 后来才叫不调戏妇女 没错 原来就是说 洗澡不能让女人看见 日本人就是洗澡不避女人 对吧 所以咱们俩跟哪儿 所以说缅甸这块地方呢 又是宝 它又是乱 所以就在这儿 其实好多事是这样 这东西就是咱们 或者叫做高风险 高回报 对吧 这个事你要赌 它可能有很大的回报 但是你风险是大 那你预测呢 咱彭主席最后会战斗到最后吗 他现在在哪里 安危如何 不知道 因为他有一个 你那三儿子怎么样 他有一个 有一个女婿 林明显 在另外一个特区 人家怀疑他跑到那儿 或者跑到旁边的那个瓦邦 现在不是缅甸军队 把瓦当没下来 但是在周边国家 比如国际社会的劝说下 因为缅甸 我们为了他投过 安理会 我们投过反对票 然后西方社会 我们不让西方制裁 缅甸军政府 因为这个军政府 在国际上名声 不那么好 制裁他 我们投反对票 我们也要劝 你说你们不要打 有什么事 英国人坏人 英国英帝国主义 留下来的矛盾 咱们 你们还是谈 那么我 同时呢 这些 这些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说 我们也愿意加入缅甸 成为一个联邦 军队慢慢 再给你整合回去 你别来硬的 自自欺嘛 对 但是那边又选举 又要集选票来不及 他们非要果敢一下 不是 他就是非要打 对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但是我看着这里 比较麻烦还行 对 电子起来 对 对